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去净化我们的实行 到了这一步 这个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案例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首先当我们体到悟道之后 就可以建立一个朋友 就是正确的人生方向 这个体到悟道之后 这个人生方向基本上就确立了 所以就是说大家听郭老师讲课的时候 很多时候郭老师会提到 我们学习道德经 可以协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假如说我们还没有提到悟道 仅仅仅前面那个基础的话 我们对于人生方向 仅仅是一个 大脑中的一个 概念而已 还没有办法落实 我就是这个人生方向 好了 当我们提到悟道之后 就知道 原来我这辈子要走这条路 也就是逐步练习 说到无我 这个就是 体到悟道之后的要走的路 无我 是个人修行 终极目标 就是无我 也是最高性能品质的体现 无我 当然 有说法很多 以道合一 什么心理空相应等等 不管那么多 反正就无我 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的方向 无我的长相呢 其实就是无我无私了 也就是从良心出发 我们做任何事情 练习做到无我无私 尝试去从良心出发去做 也就是 所以大家就是 不要把那个无我 看得那么臭相 当然 首先 在体到悟道困难当中 我们 还没有体悟到无我 或者是 空灵觉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往往对无我 出于有点 比较抽身的概念 觉得无我好像 什么 生不可车 高不可攀 什么 像佛家讲的那个什么 无我又怎么怎么地 哇 好像什么金光赏赏之类的 其实没那么抽象 没那么复杂 无我 也就是说 没有自我那种意识 在运作了 也是无为那种状态的 那么呢 既然我们体悟到无我 大概是一种什么 一种体验之后 那我们练习把它做出来 也就是 练习做出来 就是很简单 就是做到无我无私 就是那么简单 你体悟到无我 你体悟到无我 你还没有做出来 那不算那个 还不算开悟 就逐步练习把它做到无我无私了 哎 这个时候你才能 达到一种 所谓最高的应用心理品质 这个所以 无我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当然这个也是 是到了特征特性了 生而不勇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宰 功成而夫妻 所以郭老师放来夫妻 放来夫妻 放来夫妻的讲 到了特征特性 也就是说 将无我的那个 那种 这种观念啊 就 持入到大家的心田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郭老师讲课的话呢 喜欢很多时候喜欢重复不断的讲 有没有察觉到 就一般人听起来 啊很唠叨唠叨叨叨的 尤其我一开始听他的课 我也是这样觉得 诶 讲课的你干嘛那么唠叨 方向夫妻的讲呢 能不能简明一点 对吧 我的那个理解能力还可以吗 自我感觉良好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当一个人不断的在耳边唠唠叨叨叨的时候 其实哈 他是在你心田里面剥下一个种子 大家有理解了没有 我举个例子啊 平时大家都有一个很唠叨的母亲嘛 你母亲整天在耳边唠唠叨叨叨的时候 结果 哪怕你觉得很反感 但是你却不知不觉的按照他的话去做了 就是这个道理啊 郭老师的话不是这个层面了 他是在我们心田里面剥下一些智慧的种子 或者是高性恋的种子剥下去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加强文师 就是这样 第一我们不仅仅 听那个郭老师 就是说 比较有珍贵的一个课程 还要平时他的课程啊 平时他网上的一些讲座等等 大家都要多听 这样的话呢 会让我们内在的那个 就是潜移默化的 去受到一些影响 总之在我们心田 当有一天 那个 有阳光 有雨露啊 还有大地的那个 土壤等等 实际成熟 他就身高发芽了 就是这样 是啊 在高性恋里面混的话 没有什么坏处了 好 一旦找到人 人生正确的人生方向呢 就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而且越走越愉悦 越快乐 相反呢 你会走得越疲倦 而且厌房 人生方向走得正确与否 很简单 你看那一家感受就知道了 只要走越苦 越走路越窄的话 发生错了 好了 一旦有了正确的人生方向 都会怎么样呢 可以区分什么 对生命是有益的 什么是无益的 这样可以让我们 人生少走万路 你清楚方向 你知道 这个对我有益的 那我就做 假如说 我们对方向 还搞不清楚 或者是我们还觉得很迷茫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 只能在不断的跌跌撞撞 碰这碰那的 才厘清一条路出来 再来还有一种踏实感 做事可以有条不稳 不慌乱 很当定 这分当定就出来了 有了正确的人生 明确的人生方向之后 内战那份当定就出来了 而且做事的节奏松弛有度 不会逼迫自己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我该 缓一缓 什么时候该 稍微抓紧一点 松弛有度 这个是一种很潇洒的状态 下来 会随身因缘 顺势而为 那不会用那个自我那种逞强 逞强会很累的 而且逞强做事情 往往那个效果是不好 一般人类所崇杀那种什么 英雄 什么利狂王 什么 利网狂蓝 说老实话 那就会逞强了 做事假如说去内部的话 也意味着什么呢 有勇无谋 也就是没有智慧了 有智慧的话又搞得那么辛苦干嘛 其实利网狂蓝 我觉得 我的认为 它是很狼狈的情况 一般就是利网狂蓝 很狼狈 假如说有智慧 它有很明确很清晰的方向的话 它 这个事情做事 它松弛有度 顺势而为 而且也是随身因缘 下来 有全局观 不会陷入到某一个局部 或者事情出不来 看问题不是看局部 而是看全局 也就是说 整个人的格局大了 好了 这个讲到格局 生命格局 逐步在变大 从狭窄的个人世界 逐步扩大到大众 人类 还有大自然 人的格局就慢慢变大了 所以 也可以说 当我们走到围大日损之后 方向自然就很清楚了 很明确了 自我当化是一个什么过程 就时间问题了 如果路走对的话 什么时候到重点的话 那就是时间问题 就是那么简单 假如路不对的话 就很难讲咯 可能要多长时间不知道 这个也是每个人的选择 再来 行道等于真修 当然 我说的行道的话 大家不说 我出来服务就是行道了 还不叫行道 叫练习行道 做服务 就出来做义工 出来服务的人很多 就是行道了吗 还不是 很多时候往往我们就用习性在运作 我们仅仅在练习而已 好了 文士 体悟 体道悟道 可以对真与实相进行一个求真求证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提升和开智慧了 因为根深低谷的习性还存在 并没有进化 所以呢 需要深度的反观 以及在行道中进化 或者在练习行道中进化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体悟不等于开悟 这点 前面有讲了很多这方面的 我想大家可以离清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向上易改等新男一样 你反光到了 不等于你马上能改进化 会做到 也就是说你看到就有问题了 但是你说马上我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改掉 不会的 它还是要有一个距离 因为 为什么说还有距离 因为习性的确确是根深低谷很顽固的 要改变习性的话呢 是 要在那个行道中逐步逐步改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不是一下子的 所以呢反观 不等于做到 所以大家就是 清楚整个那个 我们成长的一个整个过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避免什么呢 避免我们先不当某一个局部 出过来嘛 这个也算是有一个全局观 知道原来我要提升的话 要经历过这么多的步骤 最后我才提升上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接下去怎么学 怎么去练习 怎么去做出来的时候 这样心里有数了 就很当定 再来 你可顿悟 事必经修 行道才是真修 才进入为道日损 好了 练习行道呢 就练习将我们的行为展现 逐步向道的特征特性靠近 也就是用自我运作 自我的实行运作 逐步向无我的方向靠近 大家要清楚哦 真修的过程就是 逐步向自己的展现 行为展现了 就是 向道靠近 也就是向无我的方向靠近 也向道的特征特性靠近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 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公表 就是我们体悟到的所有东西 一定要练习去做出来 这点很重要 避免我们就体悟到了 反正在那里就怎么讲呢 就是不愿意去做任何的改变 或者是让自己还是 停留在以前的实行运作里面 不要这样体悟到了 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 慢慢练习去做 好 这里 这幅图就是那个 心灵品质提升或者开悟的过程 这么一幅图 也就是自私自利 对那个无我无事啊 但自我很顽固的人 他是不是特别自私 知识的程度和自我的那个 那个顽固的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我教大家怎么胖道好人坏人 不是说坏人啊 什么是好人啊 也就是说他自我越大的人 他就知识的程度就越大 自我越强的人 他就越自私 这个是成正比的 好了 那么呢 提升的过程或者开悟的过程 就是将自我的强度 逐步的淡化 会减少减弱 一直到无我 无我的展现就是无我无事嘛 这样这幅图的话 大家应该对整个开悟的过程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了嘛 但是呢 这个不是停留在那个文字上面 或者理论方面 是要把它做出来 这个才不容易 比如说道理的话呢 现在讲 讲的那么清楚了 那么浅白了 很多人都清楚了 原来就是这个道理 要把它做出来 要练习把它做出来 我们要持之以恒 不断的渗入 同时呢 不断的去 豁出去吧 排除一些所谓的障碍 就把它做出来 练习把它做出来 这条路就这样走 是不是把放松在大家嘴边了 然后张不张开嘴 是不是是你们的事了 好 再来 我们再对比一下 自我很强 或是我值很大的表现 以及呢 自我足不单化 接近无我的表现 我们来对比一下 两种人是怎么样的 第一种呢 自我很强的人是怎么样呢 性量狭角 格局小 爱人对立 那自我单化的人 他性量广阔 大格局 超越爱人对立 再来 第二点呢 自我强的就是 非常固执 身心僵硬 还有很强势 那么自我单化的人 会很谦卑虚心 身心柔软 处下 第三点呢 还有内在脆弱 性能紧闭 有恐惧感 内在呢 那单化的人呢 他内在是强大的 身心柔软的人 他内在是很强大的 我能处下的人 内在是很强大的 只有那些什么 呃 没办法处下 不要处头那种的话呢 内在才很脆弱 相反 呃 心蛮敞开 还有 而且还有踏实感 再来 自我很强的人 其实呢 自卑感觉也是很重 不信任外境 实行冲动 那么相反 就是很自信 信任外界 还有冷静稳重 第五点呢 自我强的人 是没有智慧的 而且内在是很苦 自我越淡化 智慧的程度就越高 内在是隐悦的 他两种人是这样 大家不要自我 看表 大家看表面的话 觉得哎呀 这个人很强势 很有力量 这个人就很厉害 不是的 我们看的是内在 内在的强大的表现 他就很 处下柔软 而且包容 包容 信量大 能包容 那么呢 这个自我很强 内在很脆弱的人 怎么样的 很强势 我要 或者是信量狭角 包容不了别人 什么都要和别人斗一下 所以呢 这两种人的表现 两个极端吧 做一个对比 那大家清楚 我往哪个方向走 我选择 坚持我的 所谓的那些自我的话 坚持我是对的 那些我很顽固的人 的话 你往往说 我使不认错那种 坚持我是对的 甚至我用生命去捍卫 我就是对的 这个 那自我是足够顽固的了 这样的人 你看看 你就真的不得适啊 信量狭角 格局小 而且那些是很脆弱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面对一个很脆弱的人 我们怎么样 不敢碰他 怕他受不了 怕他受伤 怕他哭 所以不敢碰他 我们一般呢 一般能感受到 你现在是脆弱还是强大 只要脆弱的话呢 我说一些好话 把你哄得 舒舒服服的 你强大的时候 才说一些正话给你听 要不你 说正话你受不了啊 包括郭老师 也是看 你内在能不能受得了 他想跟你说那些 所谓开刀的话 所以呢 我们内在的状态 在一个明眼人面前的话 就是透明的 所以大家这个 了解之后 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们选择 往哪个方向走 好 再来就说分享一下 我们反观之后 怎么样进化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 反观不等于做到 做到了就进化了 好 第一 在行道中逐步改正自己的实性 怎么改呢 实性毛病是让自己性量狭窄 格局小 当你心灵狭窄的时候 是不是冲击到你的境界特别多啊 一点点是 起码力动的事情 你都报告不了 那么呢 那黄动的事情 你肯定也压力很痛苦嘛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呢 你心灵越狭窄的话 冲击你的那个事情就越多 那你就越痛苦吧 所以呢 你这样你会感召很多 境界来冲击到你 让你痛苦产生 好了 当然 之前我因为有反观道了吧 这个是反观后的如何进化啊 也就是说我反观到 以前我是有这个毛病 实性毛病 那么呢 同时呢 境界又冲击到我这个问题了 冲击我这个所谓的痛处 或者局限的地方 自然就清楚 是因为自己的性量被扩大 自己的问题所导致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把性量给撑大去 面对这个事情 摒弃之前的实性毛病 这个过程就进化实性 当然 给境界冲击的过程 还是还是有些不舒服了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呢 我反观到之后 和没反观之前的感受不一样 我反观到之后 当你感觉到实际内战的性量狭窄 所导致之后 你相对来说 你的痛苦就减弱很多 没那么难受 你不会觉得谁都不起你了吗 是因为自己 原来性量还不够所导致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境界的冲击 协助我们把性量给撑大 性量是撑大的 大家记住这句话 性量是撑大的 没有境界人 没有境界冲击你的话 你性量永远不会大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大一点点都不容易啊 要付出代价了 好 第三 以大的特性特性 作为练习的标准和方向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心中格局 这个很重要 也就是说 我们要行到过程当中有敢于承担 尤其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要承担过程当中 碰到我们狭隘爱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尝试把心中格局扩大 这样的话呢 就是提升的话呢 就比较明显了 好了 假如不是在行到 而是在做个人的事事 则很难改变实性 因为没有对比的标准 也很难 要让自己心打开 心量扩大 非常容易 以实性去运作 所以你不行到 你不服务 你要改正自己的实性 太难太难了 我试过 所以我知道 难度太大了 还是服务好 好了 以前有些家人问到 我现在条件不允许啊 我先生要我照顾 或者家庭要我照顾 我出不来服务啊 我在家里行到行不行 在家里行到可不可以 可以 理论上好像可以 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 是啊 在家里行到 那些人他找很多接口 不能出来服务 其实呢 就是找理由找接口 或者是家里 你自己在强服 出不来而已 所以他找一个接口 哦 反正你出外面也是行到 我在家里也可以行到啊 他把这个道理拿出来的时候 好像你没办法反驳他 幸好我经历过 所以呢 我才知道 这个理论上好像可以 实际上是行不通 你面对家里人 你怎么可能 以一个道的特征特性去对待他 你肯定以你的实性 以前我 要你丑陋的 现在还要你不好看 也是要你实性在运作 哪有那么容易啊 其实哦 你要在家里行到 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除非你在外面已经行到了 很熟很熟练了 你回到家里才有可能行到 要不你做不到 所以哦 以后大家听到 哎呀很多人 因为我就推广部长嘛 我整天把人扯出来扶 你出来扶我 我出来承他嘛 我整天去干个活 很多人都跟我讲 很多人都跟我讲 哎呀我不行啊 我家里很多事情 突出我走不来啊 或者是我要养教活口啊 那我知道他 这都是理由了 他说我反正修行嘛 要行到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一年不允许 那我在家里行到咯 那我也可以以到佛异啊 想一下可以 但受不到 所以哦 这个 大家清楚 行到是 以一种什么的品质 无我无私的标准去做了 你在家里无我无私 很难很难 除非你在外面 已经把自己内在 那个品质已经提升了 回到家里行到 这个可以 所以哦 这个 这个大家稍微厘清一下 好 在日常中反观 当被开刀过几次之后 你会品尝到提升的喜悦嘛 而且呢 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是真的会上映的哦 提升的喜悦 真的很强烈的 它不是世界上那种 财富啊 或者是什么权利啊等等 不可比拟的 真的是不可比拟 当你很简单哦 以前你站在那个地板上面 那个高贵的地板上 突然间提到那个讲台那么高 用喜悦港是不是特别强烈 这种喜悦 我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希望大家自己 亲自吃品尝一下 那最好 所以呢 他有这个 品尝到喜悦之后 所以呢 没有被开刀 也想办法去反观 也想办法提升嘛 心里清楚 反观进化才是解决苦的方法 这个很清楚 又有什么苦的话呢 就清楚 我要反观进化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 所以呢 在日常中 假如碰到境界的冲击 就想着去反观 一开始呢 可能就是说 那个习惯还没形成之前 一开始是比较大的冲击 和痛苦呢 他才会反观 逐渐的 一般的痛苦 他会反观 到后来呢 很威胁 不舒服的感觉 他一出来 他就反观了 所以哈 逐经的 我们就培养成反观的习惯 但这种习惯一培养成之后 提升就会很快 因为 境界哈 我们每天都要经历啊 你说 什么人生 什么不如意 这事实惩罢酒 整天有些所谓的不如意的事情 来冲击到自己嘛 哇 你反观的素材太丰富了 是吧 你不舒服的感觉太多 你就反观了 当然 一开始就是说 你反观到之后啊 他呢 就是说 反观到一个问题 会把一串的问题 全部扯出来 也就是说 反观到位之后 他和姐姐一长串的问题 他全部扯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 整个你感觉 有相当很多 就以这个有关的事情 基本上 就没有办法 让你感到痛苦 或者是扯住你的心 就不会了 但是呢 越来越未协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反观到 经常反观之后 你会发现 让你感觉到很痛苦的事情 就 不是经常有了 反而是那种 不要有很细微的 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会有 当然 这个呢 和一个人 他的那个明觉度啊 有要求的 因为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他比较有畏细嘛 那这样 你明觉度够的时候 你察觉到 假如说 明觉还不够的时候 可能就是 察觉不到 让他过了 所以呢 所以现在 请命 大家尽心的基础 还是要有的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们培养成 反观的习惯 哇 那个提升就很快 后面的路就容易 就走的 怎么讲呢 充满喜悦感 好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也分享一下 日常反观的一些案例 投射的案例 王垃圾的儿子 这个就是我儿子 我感觉好像我比他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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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我儿子 示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很可爱 很可爱 很正常嘛 对啊 对啊 而且他不管有什么地下 台上的王里面 反正他想 就随便抓来吃嘛 就在那小孩角度来 他就会很正常 从大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样是不是会很脏啊 掉到地下来捡来吃 是不是有一种 这样的一个 一种 所谓的什么 分别性啊 或者什么都好 反正觉得他地下捡来吃是不好 好 那接下来 有一次发生一个事情啊 就是有天赤王往方之后呢 那个方桌上面有很多垃圾嘛 但我离开那个蹬子呢 我儿子就冲过去 用手来拨那个垃圾 搞的垃圾地上也有到处都是嘛 于是呢 我有点生气了 我就好 吼了一下 然后动 就轻轻打了他一下他的手背 并且呢 就是用那个眼镜瞪住他 当时我的感觉是不舒服的 诶 这个时候出来 不舒服的感觉出来 诶 这个时候到 不出来我就反观了 好了 大家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反观的 那个 结果是怎样 那么儿子的外公外婆已经退休了 为了方便照顾呢 儿子是在外公外婆家 让他们照顾 让外公外婆家长大 我呢 经常出差不在家 陪同儿子的时间也少 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种愧疚感的 感觉好像这个父亲是不称职的 同时呢 让外公外婆那么辛苦去照顾这个儿子呢 内心也拨一不去 所以呢 看到儿子在拨那个垃圾的时候呢 就感觉 你这样搞得垃圾大 大部分都是的话呢 你给外婆去打扫的时候会很麻烦嘛 所以并责怪儿子 其实是在怎么样 是我责怪 是我惩罚 挺优味的 一伞就过了 好了 后来我也在深入一点 就发现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什么呢 因为我内在感觉我一定要多陪帮小孩 或者是亲自要照顾这个小孩 才是一个好父亲 像我这样整天跑到外面出差 就是经常不见儿子的人的话 这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我的内在观念是这样 后来我看到这个观念好像有问题 一个好父亲或者不好的父亲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有没有 没有的 你怎么说 你说我陪帮小孩时间长 还是好父亲 那有多长才算是好 多短才算是不好 没有一个标准的 因为我出差 其实我不是少说话 基本上也做高雄林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做高雄林的事情 也挺有意义的 也跟你协助大家 但是我假如说我回答 我跟大家一起陪他的时候 我会很用心的陪他 陪他玩什么的 而且我基本上一陪他的话 我就不看手机了 诶 算是这样 我觉得 就客观来讲的话 这样做的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你自己内在 感觉到 假如我陪帮他的时间不够 或者是经常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就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所以呢 就是说这种自我谴责 或者是这个愧疚感 已经在我内心了 所以通过我儿子 拨垃圾这个事情 我内在那种所谓的愧疚感 才出来 出来 所以呢 我打他 他手背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我才觉得我生气了 要打他一下手背 哪怕很轻 但是我那一家的感受我很清楚的 我知道 我肯定有问题卡在这里 后来反光 就是这种观念 也就是说 要经常陪帮小孩才是好父亲 这种观念 好了 假如我有这种观念的话 那我 我又要出来服务 又对不起儿子 那这样我是不是在拉扯 那我是很难受吗 那我难受我对他 对他有什么好处 对他有没有好处啊 一个难受的父亲 对儿子肯定是不好的影响 所以后来我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观念 其实 我 我的时间安排 我就根据当下姻缘去决定 不是说我分配 固定分配给儿子多少 给家里多少 给外面多少 没有这个固定分配的 哪里有需要我 我就去哪里 至于我能赔你时间多少 那是你的命 是啊 那既然省着我当父亲的话 这就是你的命啊 也不是我去主宅的嘛 我随身姻缘哈 就是这样啊 哦你说 你就说我要固定有多长时间陪你的话 那这样 说老实话 那我的生命怎么样 也是不是给束缚住了 不能这样嘛 而且的话呢 而且我在做的事情 怎么讲呢 翻身也是对的嘛 没有说耗费生命 或者浪费生命嘛 也没有 所以呢 我有机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好好陪你 没有 没办法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就用心的去服务嘛 做其他事情嘛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 我就把那个 非要陪你多长时间 才是好父亲 这种关系的话 把他改过来 都是随身姻缘 所以呢 那这样一流长过来的话呢 那一家就没有用 所谓的那种 愧疚感 你想想 当一个父亲 或者做父母的 对小孩有愧疚感 会导致什么后果 死早有一天 你让小孩折磨死你 这个就是 你对孩子有愧疚感 他的那个后果 这愧疚的后果 自我惩罚 会感召小孩来折磨你 会惩罚你 呃 还有一个案例 就关于父母 内在有愧疚感的案例 呃 有一个母亲 她呢 就是 生了个小孩出来之后 呃 好像是 我忘记了 是当 当亲 没有结婚生下来的 还是 生下来 生下来 就离婚那种 反正生下来之后呢 她就 放到她那个 娘家去养了 完了 她就 去来工作什么的 她就没有直接 照顾那个小孩 她这样有心态的话呢 她会导致她小孩不断的去折磨她 结果后来 她很多时候 整天要抱 哎呀 我的孩子 这样 这样 不是那样 不是整天要我干涉干啊 总是反正 哎呀 我给她害死了等等 说了很多抱怨的话 我心里面想 就是你感召来的 你既然你这样选择的话 你又不能接受你的选择 那你在那里拉扯 也觉得愧疚 肯定你会有受到 所谓的那个折磨嘛 再来的话呢 她这样处理的话呢 背后有更深的问题 我们先被探讨 就是她 假如说父母 我们内在 对小孩有愧疚感的时候 就会造成 小孩呢 所谓的像白眼狼那样 那种感觉 或者啃老竹等等 反正呢 就是压力不得好过 就是你感召来的 所以就是我看到我内在有这种观念之后 幸好我继续调整 要不的话我以后的话 没有小孩折磨的话 够我受的了 其实这个很诱味 很诱味的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一次的那个 反观 再来 还有一个 反观 还有个案例 就是关于我父亲的前段时间住院 因为 在几年前 他也曾经有 有过那个什么 光性病 那个什么新疆 那个 出现一些问题嘛 现在过了几年之后 现在那个新疆又不行了 就是 情深有点肿 或者是七犬等等 很多症状 后来我送到医院 后来我送到医院 他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大家看到的那个照片 就是那个住院部里面 一层楼的住院部 他这个案例 不 他这个病例呢 就是最严重的 而且呢 周边围的是那个 什么医科大学里面的一些学生 在实习的学生 你看 心肝有病的人呢 就导致这样的症状 有个老师在那里 那我父亲来做一把案例 教学案例嘛 其实也挺好的 要学生学好一点 能 可以多治好一些人嘛 就当时候的话呢 就说 就说 他16年的时候 曾经是有 有那个 病发 病发的话有住医院 后来呢 平时不断的施药 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 前段时间又又又 又来 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当时候 就是 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 病床后面的一个绑 他那些什么 信息都写在外面 其中呢 就是说 他的那个情况 就是写病重 他因为心脏没有力的 就导致那个 没办法 将那个身体的血液 抽到心脏里面 所以呢 导致那个群身会浮肿 那他的脚 腫得很厉害 这个 这个写的是病重 其实呢 大家看到病重 可能是不好 其实呢 我看到病重的话呢 我晃了一口气 因为之前呢 什么呢 病危 是啊 我刚刚进医院 下午 就是说 那天下午 也住院了 那第二天 第二天的时候 那个医生说 叫我去很多文件 他说 你要心理准备 等下随时要急救 等等 反正这个 当时说老实话 也挺吓人的 幸好幸好 那个情况没有出现 后来呢 就是说 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什么教授之类的 来过来 帮忙 就是说 再处理一下 他就从病位 变成病重 后来慢慢好的 就出院了 这么一个过程 以前呢 就是说 我爸住院什么的 都是 我出钱比较多 下里我姐啊 什么他们照顾嘛 这一次的话呢 我姐他们的话 有其他别的事情 没办法照顾 这时候 逼着我自己照顾了 我那首页什么的 都在医院里面 就陪他几天时间 所以呢 就 也体验了一把 那个所谓的 在那个 医院里面 出院是什么滞味吧 嗯 好了 通过这个事情 我反观到什么 什么呢 这里呢 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讲一下背景了 我父母退休之后 一直和我一起住 是他们照顾我的生活 在物质上面 我基本上 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但是精神上 就很缺乏 陪他们的时间也少 在大家 大家庭上面呢 我是帮 那种家长的决策 有什么重大的决策呢 大家都会听我的 甚至我父母都听我 听我讲的 这我感觉还算是比较孝顺了 对家庭很负责哈 同时呢 我们想想 我已经把这家庭照顾这里 我不仅仅仅 照顾我那个 我父母 不 就是说 经济上面了 包括我兄弟姐妹 我都都都都都都 都帮忙 帮了不少 所以我以为我 对我父母是没有 有依赖的 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反观到自己内心 还是很依赖 发挥我父亲 感觉到假如我父亲不在的话 会没有人管我 没有人关心我 心里没底 好像家庭是不完整一样 我就说 这种感觉 我现在 其实我写在这里的话呢 没有办法把我当时那种感觉 很很 就很准确的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 一直有一个人在 管着我照顾我 关心我突然间 那个人没有了 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好的 自己的东西 虽然就没有了 就很难受 很不舒服 我一直以为 还有一点 这个让我觉得很难受的 这个事情 因为我父亲度厌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很难受 因为我以为假如说 假如说 我对我父亲没有抓取 没有依赖的话 我不觉得难受的 既然你病了 我就送你去医院 去医治 是吗 我也觉得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心里面 应该 还保持一种 很 比较 怎么讲呢 比较 就是说 比较平 平当的一种心态 不会说 很难受 但是我觉得难受 我知道肯定有东西 有卡住我了 后来反观的话 我觉得我对我父亲 还是有抓取 有依赖 好了 还有一点 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 我对我父亲很好 结果发现不是 我并没有珍惜我和我父亲这段缘 没有细这个缘 所以当缘近的时候 自己才懊恼不已 觉得很遗憾 也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假如说我对我父亲 都感觉到对他真的很好的话 就没有这种遗憾感 遗憾的感觉 好了 在这里的话 所以那一天 郭老师有一个家人 不就问郭老师 他说在家里要照顾他的母亲 所以不能出来服务 郭老师不是说他还没帮脑吗 对啊 还抓取你的母亲吗 对 我估计 这个话一般听起来 真的不理解 我怎么还抓取我的母亲呢 他的八十几岁了 我又那么大了 我还抓取他吗 你说以前 假如这样的话 郭老师跟我讲 我也听不明白 我怎么会抓取他呢 不会啊 但是 通过这个事情 当时我 就说医生跟我讲 我爸随时可能有 有危险的情况出现之后 到时候我就很难受了 甚至还想哭出来那种感觉 我知道 我那家是抓捕吧 这个是 这个骗不了人的 所以呢 郭老师那天讲这个话的话 哎呀 我就 就说 甚有屁物了 的确确是这样 不管我们年龄有多大 或者怎么样 其实 我们内在 都是抓取我们的父母 有抓取的 有种依赖 依赖不是那种 物质啊 或者表面的依赖 是内在精神层面的依赖 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等我 平时我察觉不到的 平时因为没有精神 冲击到我了 为什么我察觉不到 现在这个时候 我父亲很未及的情况之下 感觉他快要走的时候 哇 突然间我就那种不舍的感觉出来了 不想要他走 其实呢 不想要他走 表面看起来是很孝顺 是吧 实际是因为我抓取他 我依赖他 所以呢 很多那个 在医院里面的 很多那个 作为子女的 看到父母的话 那有什么病危的情况 拼命想办法让医院医生去抢救 不管 哪怕是植物人 哪怕是怎么开刀 动手术 都把他命给保下来 但是呢 当然这样做的话呢 你要考虑到老人他的医院 有时候的话 我宁愿很舒服的走 我也不想受那么多苦再走 所以呢 这个要尊重嘛 所以呢 这个事情当然我提前跟我父母 有商量过 想要碰到这种情况 你怎么选择 他说 你让我舒舒服服的走 不要再折磨我了 他还是比较 他们还是比较开明嘛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位子女不一样啊 他才 他不管 他有很多子女 因为他抓取和依赖父母的 他不会感受到 那个老人他的痛苦的 所以呢 他不管怎么样 你有钱的就花多点钱 让医生怎么延长 他的那个寿命了 所以呢 这个表面看起来是 这个表面看起来是 子女的孝顺 其实不是的 不是孝顺 而是内心 依赖父母 抓取父母 舍不得父母走 这样大家清楚哦 好了 所以呢 那我也反观到自己 那个一些错误的观念 生命 我的生命哦 需要抓取一些所谓的我所 我父母就是我 我所嘛 心底里才觉得富足和踏实 对于法界是不够信任的 也就是说 我不信任我 离开我父母之后 我是否可以 怎么讲的 过得很好 或者是 还有 没有爱 我不确定 所以呢 感觉没有 依靠会很危险 也会很苦 内在是有这种观念的 所以内在呢 还是有一种所谓的 是要找依靠 依靠感 也就是用一种抓取吧 凡是抓取的东西 都会让我们感觉到苦嘛 但是呢 在没有这个事情的话 我察觉不到 我原来我对我父母 还有这一层的抓取 当然这个抓取呢 不是特别明显 很优味 但是呢 就是说 终于反观到 把他内在这个东西找出来 所以呢 假如依靠的后果 就是郭老师讲 像没端拿的小孩 永远长不大 反过来讲 我们作为父母的 对小孩也有抓取 所以呢 才形成相长福 单方面的话 没办法相长福 双方都相互的那个 依赖抓取的话呢 就形成了相长福 比如说 作为父母的 当小孩离开自己之后 哇 也很不舒服很难受嘛 假如有些家长 可能有这方面的体负 这个就像长福 所以我们哦 有因缘在一起的 我们要西缘 好好真正真正的对待 当缘进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遗憾 就放手让他走 这样才是正确的那种心态 好 还有 一个 那个 案例 就是驾驶的一张 大家看到那个 图片的话呢 假如是世纪的话 就知道这个情况有多严重 这也是当世纪的噩梦 我的驾驶证被扣了12分 那扣12分怎么办 要参加7天的那个学习 之后再考科目一 考合格了 再拿证 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因为我送我父亲去医院 所以超速了 之前扣了9分 就是超速了 现场被抓到了 又扣了3分 刚好12分 而且呢 扣我 抓我的那个驾驶 他有点不太好意思 他说 你有没有其他驾驶证呢 我说 没有啊 只有一个 他有点不好意思 哇 结果 一点超速扣3分 导致我的话呢 整个驾驶本就作废了 所以呢 当然 这个也没办法了 就是说 所以当时候 我父亲又这种情况 又 又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说倒不倒霉 那一家就觉得好像 反正后不倒行一样 后来呢 就是说 我父亲这边稍微明朗之后 稳定了 我就后来就去那个测管所那边 就处理这个事情了 所以有个满分教育通知书 就是让我收期 接受7天的培训 再去考试 哎 本来时间就不多了 本来就是说 前段时间 我 学了5 就打算学完之后 再说嘛 再来这边嘛 结果学了5天 还有2天 没学完 后来有事情又去了 到厦门 从厦门又来这里 所以呢 但是我回去之后 还要学2天 还要考试 这个事情该面对该处理 还要处理 总之就很头疼 很乏 当时候 当时候 不是现在的 好 继续 反发到什么 感觉自己那个 自己那个设计好 只要不被派到违章 就会超速 每年都受到不少罚单 但是却不以为扬 一扬我行我素 就是我的那个 平时的那个行为了 对到交通法规 没有敬畏之心 而且会瞧不起这些宝贵 内在有傲慢之心 所以 我觉得这样也是活该 你傲慢 所以要不罚死你 其中 大家也要反观了 碰到这个事情 不反观 那就白费了 所以 所以 认为 以前就有点内在 有点半量 认为 高性能品质可以凌加一切 哈哈 哈哈 喂 你们 你们 你们为什么那么好笑 你们那家也有啊 你们也没有哦 哈哈 你没看到而已吧 是啊 就是那么傲慢 我们要看到 而且还批判 性能品质低的动作 有的 我内在就有这种情况 其实 就是说 就感觉所谓的什么 那个什么法 法律法规的东西的话 都是束缚人的东西 对我告诉你的人的话呢 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所以性能特别傲慢 好了 傲慢的后果 你就被傲慢的对象打打 就是那么简单 之前我有分享那个 我在学校里面 现在不是给人家开除了吗 那家也是很傲慢 所导致 想不到那么多年过后 我那家还是有那么傲慢 所以呢 还要碰到这样的事情 所谓的惩罚我 我觉得哈 这个也其实他也在救我个命了 在现在傲慢下去的话 可能 那个开车的东西哈 你乱超速的话 有危险在我发 这很难说了嘛 所以呢 我们对那个交通法规 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 要遵守 偶尔一点点可以了 不然但是不能太太太太离谱 所以呢 就是那个 又反光 通过这个事情 反光到那家还是有傲慢 因为往往哈 你碰到所谓 境界的一些惩罚 往往都是那个 傲慢所打 这个 所以呢 新加的这个事情 发生之后 一开始我很难受 接受不了 一点小事情 超市一点点的话 搞得我那么麻烦 觉得很不值得嘛 那后来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之后 的话呢 还要老老师回来柔软下来 还是 该学习就好好学习 所以要考试得好好准备咯 考不过的话呢 你就是考第二次咯 要考试要复习的嘛 所以呢 到时候回家还要复习 那个交通防备 要不到时候考不过怎么办 要浪费时间嘛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话 就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 以前觉得这个事情好像 哎呀 就瞧不起这个事情嘛 当然就是说 也是没有那种敬畏的心 那新加的话 哎 我就说很 严肃的对待这个事情 以后反正在 交通法规方面还是要遵守 这个 也是这一次给我的一些 就教训 就内在也不要那么傲慢 就是说要 多有敬畏的心 充其守法 好 那么通过这两个反观案例呢 就是我父亲还有违章这两个呢 也体悟到了抗拒无常变化所产生的苦 两种 两个事情都是一些所谓的无常变化嘛 好了 只有接受这些变化 才能消除内战的难受 一开始我父亲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很难受 那 那 总的来讲是 就是一种无常变化 当我们深入到每一件事情 背后的话 难受的背后的话 当然我们 我们会反观到 是我们的那些 学生老朋友问题嘛 但是呢 在无常 接受无常的方面的话 也就是说 嗯 自己还有 有东西给卡住 所以呢 才不能接受 接受不了无常变化 是因为打破了自己内心的 舒适圈 舒适圈 自己不得不重新适应性的环境 也就是说 本来之前我的时间安排得好好的 怎么走怎么走 都安排好那个日程 结果呢 违章的事情又来了 我要躺 要躺多几天时间要学习 还要考试 所以呢 就说 就把之前的东西给打破了 所以呢 你要重新适应性的那个 安排的时候 你就有点 觉得有点难受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个 所谓的无常变化 但是呢 你抗拒的话 你会很痛苦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要软下来 接受它 而且呢 碰到任何困难 只要我们一步一步的 把当初的事情做好 总会解决的 所以我就是说 一般 碰到什么问题 或有困难的时候 大家一看到 哎呀 前面还有那么 那么多的难点 那么多的那个 很难处理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时候看到的话呢 就让自己处在一种 就 不能接受 或者难受的那种 那种状态 但是呢 我们不管前面怎么样 只要把当下的那个 事情 每一步事情做好的话 始终会解决到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呢 一调整的话 就可以 就是说 消除那种所谓的一些 难受的那种心态 包括哈 包括哈 我们随身姻缘 就是不抗拒无偿的表现 随身姻缘 就是不抗拒 什么姻缘怎么来了 我们就随身就好 跟着走 这个不是随波逐流哦 就是有智慧的体现 随身姻缘 而且呢 随身姻缘也是一种 类似于用无我的状态 无为的状态去运作 这随身姻缘 不是随身姻缘 不是随波逐流哈 所以呢 就是啊 这两个案例里面的话呢 也让我看到哈 这更深刻的体悟到 抗拒无偿是让我痛苦 所以呢 无偿来了 不要紧 一步一步 把当下的事情给做好解决 就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父亲住院一样 你第一步的话 先把他送到医院嘛 在帮救援手续 啊 该怎么去照顾的 或者是和医院那边 和医生怎么交涉的 就做呗 一天一天定做下去 做到他病情好为止啊 啊 他病情不好的话 我们也接受嘛 所以呢 只能这样 没别的更好的方法 这样采样自己 处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好 就是说安理解完了就是啊 最后的话呢 再分享一个就是 发挥我们胜利的意义啊 一个人胜利的意义 是在于能力摊多少 力的范围 这个就是我们的格局 格局就是说我们立的面有额反 就是一个格局嘛 好了 这个能量等级 大家都有听过嘛 这些部分是负面的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最底的人是羞愧 羞愧的心态会严重的摧残 身心健康 所以刚才我说 千万不能有羞愧感 羞愧感和那个 呃 常规性不一样哦 羞愧和常规不一样哦 大家不要以为羞愧 好了 这个是负面的那个能量等级的部分 这个是正面的 好了 一般人哦 假如说 呃 我看到的 感受到的 大部分人是处在负面 这个比较多 所以正面会少一点 但是呢 有个风水岭 风水岭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从接纳自己开始 就改变我们所上方的负面能量 只有从接纳自己开始 能量才到一个转折点 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内在心 所谓心窗伤也好 自我行习等等也好 自我否定也好 就是不接纳自己 不接受自己 所以才导致那么多负面的东西 最不接受自己的是什么呢 就是羞愧的心 觉得自己不好嘛 觉得很羞愧嘛 最不能接受自己 就这个嘛 不能接纳自己 往往是被世界的审美观 家族观 人生观 道德观所影响 都是观念的问题 都是所谓的习性 观念之间的问题嘛 当我们开始上方正面能量的时候 我们生命才开始脏发 再来 生命脏发 让我们会更美 同时 生命脏发的过程 也是开悟醒悟的过程 这个都有关联的 这个都有关联的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 开悟提升的过程 其实呢 也是我们生命脏发的过程 这越火越精彩了 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再来 还有和大家共勉一下 郭老师讲过的两句话 大家要记住 他说 一个人对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 就是让自己早日觉醒过来 一个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就是让更加多的人觉醒过来 所以大家就是 对自己生命负责 让自己觉醒 同时也协助更加多的人觉醒过来 这样的一条路 会过得更有意义 所以感恩一切 感恩让我们的心灵更富足 最后向大家表白 我爱你们 好 那今天网上的分享就在这里 到明天开始的话 就是进入到 大家来练习法华了 所以呢 前面 后面呢 还有其他老师去分享 那么呢 这次课程我主题分享 我就到这里 就基本就完了 后面还有其他老师分享 那么后续的那个 反光练习法当中的话呢 我会也会参与到和大家 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不能说太大好 给建议 或者是给个人一些感悟吧 所以呢 就是说希望在接下来 从明天开始 也能开始生回去反光 把内家的问题给挖出来 同时的话呢就是 郭老师也会给建议给大家 我们助理老师也会给建议给大家 好 好 就这样吧 下课吧 谢谢 我也有个反光 谢谢 谢谢 broom wy 崔